好的爱情 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 一半是对残缺的包容 我现在在你们的故事当中 只听到了你的追求 完全没有听到你的包容 他睡12个小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他不影响他的工作 我听起来你的工作是季节性的 对吧 所以比如说我这半年我工作 我那半年我休息 像很多的农民朋友也是一样的 他们忙庚的时候忙庚 然后农闲的时候农闲 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 如果他有正常的收入 并且还交给你他就睡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吃冰榔到吃薄荷糖 他是对一件事情上瘾 这件事情并不违法 也不危害社会 那么他可以循序渐进的 慢慢的把它戒掉 也是一个努力的过程 这两点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今天的主角 游戏 很多女生都问我 到底是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这还用问吗 喜欢游戏的多少人 喜欢你的多少人啊 游戏对于它的吸引力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一辈子必须有一件事情 是不以此为工作 不以此为谋生 而仅以此为爱好的 我现在来问你 他不打游戏了 他天天出去 唱歌 蹦迪 喝酒 让你选 你是让他打游戏 还是选后面 打游戏 那不就完了吗 不不不不 老师你有点偷换概念 我是觉得他打游戏太多了 你为什么你打游戏的时候 对吧 听课 学个外语 去旅游 你还让他打游戏吗 我们讲的是 对啊 你偷换概念 你讲的是上进的学习 我讲的是生活的娱乐 好好好 对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讲 他的业余时间嘛 娱乐空间嘛 对不对 打游戏的天天在家里 就打个游戏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你俩最大的问题 就是闲的 如果你们两个都忙起来 像刚才赵春老师说的 去学习 去工作 去旅游 去热爱生活 就没有类似的矛盾了 我现在想跟女生说的就是 女人啊 要抓大放小 你刚刚讲了 其实除了游戏这件事情以外 其他的事情 它对你都非常好 对你又照顾又包容 挣来的钱也都交给你来管 可谓是实心实意了 在我看来 在外面也没有任何的 其他乐举的行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要把它唯一的 属于自己的这个游戏时间 拿过来 全部都属于你 是不是要的稍微有一点多 我没有想说让她不打了 或者说就是全部给我时间 我就希望她打的时候 能稍微在乎我点 这个意思 她不打游戏的时候 不是挺照顾你的吗 就是她打起游戏 你男朋友是一个一根筋的人 她专注于一件事情 就只能做这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打游戏的时候 只能打游戏 照顾你的时候 只能照顾你 优点是什么 如果放到爱情当中 就是她如果爱你 她可能就只爱你 你懂我意思吗 她可能比如说她其他的时间 之前也好 之后也好 她可能专心专意地爱别人 但是跟你相处的时候 她就只爱你 打游戏的时候只打游戏 睡觉的时候只睡觉 她必须把生活切成块过日子 你需要自己在这种块当中 融入进去 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做女人 要有自己的智慧 就是对对方包容 让自己活得从容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岩老师 要求的点是不对的 四到五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是很长的 四到五个小时的自由 好 什么 好 小 好 好 欸 好 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